韩剧女王宋慧桥主演的黑暗荣耀 魅力横扫全球 该剧是宋慧桥与名边金银鼠 携手跳出舒适圈的转型大作 在Netflix上线后 迅速登上多国收看榜冠军 火热程度 突破了Netflix过去一整年的低迷 引发外媒争相报道 评价都认为虽是复仇的狗血题材 但闲而不腻 口碑火热 《黑暗荣耀》描述宋慧桥饰演的文童吟 在中学时期 因家境清贫 被一般附加子女同学欺凌 向班主任申诉 却换来对方辱骂掌国 多年后 她成为一名老师 决心以校园为战场 向欺凌她的五人组 和当年的班主任进行大报复 宋慧桥的表现 也一喜之前的颓风 在《黑暗荣耀》重拾荣耀 成功转型 还重振电视剧女王荣光 从来 温柔婉约 清纯气质 一直是宋慧桥的代名词 从15岁出道 就以甜美形象获得韩剧女神的美称 在2017年与宋仲基举办梦幻世纪婚礼 以为两人将过着如童话故事般的人生 没想到却在2019年破裂 在那之后的乔美没有迷失在悲痛中 而是更加努力地爱自己 现在的她依然是时尚品牌的宠儿 韩剧说是保证 以下我们便从以下几件事 多角度窥探桥妹宋慧桥的内心世界 一 宋慧桥在单亲家庭长大 造就坚强个性 宋慧桥外表看似温柔 脆弱 不过她的内心却十分坚强 这或许跟她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 宋慧桥的爸妈在18岁时结婚 不久后就生下她 不过两人后来却因个性不和而离婚 那时的乔美只有仅仅10岁 虽然小时候的成长少了父亲的陪伴 但是宋慧桥并不是在没有爱的环境下成长 因为妈妈非常照顾她 在成长过程中看到妈妈的坚强 也在不知不觉中造就了宋慧桥身为女人的坚毅 宋慧桥也坦言 在别人眼中自己的童年看似不美满 但其实她是在爱中成长的 而这一切都要感谢她的妈妈 二 宋慧桥自信的梦想是当一名运动员 宋慧桥是韩剧的收视保证 只要是她的戏都会大受欢迎 从男朋友太阳的后裔 以及现在火红的黑暗荣耀就知道了 除此之外 宋慧桥也在时尚圈闯出一片天 品牌都因为她的气质及形象 纷纷邀请她代言 不过宋慧桥并不是从小就想进入演艺圈 她最初的梦想 其实是成为一名花式溜冰的运动员 宋慧桥在学生时代 就一直受到专业的花式溜冰培训 甚至还曾经是韩国国家花式溜冰队的选手 只能说乔妹真的是人生胜利组啊 3.宋慧桥14岁赢得摩托尔大赛而正式出道 宋慧桥从小就四肢纤细 五官精致 所以刚上高中时 她的家人就帮她报名了摩托尔选拔 不仅获得冠军 还有广告代言找上门 从那之后 宋慧桥就正式进入了韩国演艺圈 4.宋慧桥中英文都流利 除了拥有美丽的脸蛋 非凡的气质 宋慧桥更被评为是最有内涵的女明星之一 面对戏剧中的每个角色也都相当认真 宋慧桥在演完浪漫满屋后 就为了精进自己的语言能力 去美国住了三个月 所以在第一个合理活作品Fetish中 几乎能全程说英文演戏 另外在华语电影太平伦 宋慧桥也非常认真静秀中文 也坚持每句台词都要用中文表达 只能说乔妹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靠她的努力所达成的 5.宋慧桥是男神收割机 虽然宋慧桥本身就是女神等级 不过她各个时期的交往对象 也都是偶像等级的超帅男神啊 像是李炳线 玄冰 以及前夫宋仲基 都是因为戏剧合作认识而相恋的 虽然最后都已分开告终 但宋慧桥男神收割机的地位 绝对是无法动摇的 本期内容先说到这里 请多多支持 订阅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